嗨各位 是的沒有錯 今天又是來吃這個超商新品 面無一燈 雞糖羊炒飯 那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蔥絲還有這個雞肉 光看它的外表真的是非常的誘人 但是它的這個肉量呢好像沒有很多 一盒差不多是三到四塊 飯粒的部分看起來也是有調味 可以看到有一點這個泡菜的樣子 聞起來的話也是還不錯啦 也是一個賣相非常好的一個微波食品 OK 那我就cater了cater 有點小餓 一樣是加快糖羊雞給大家看一下 Size 不大啊 數量不多 吃起來怎麼樣 試一下 我覺得冷凍粿的比較好吃 這個的口感好像比較不嫩一點 冷凍粿的比較大塊 雖然皮比較爛一點 但是那個肉質更好 這個的話要有嚼勁一點 也是不錯啦 然後 它多了一點香氣 還行還行 來吃一坨飯 看起來還不錯 這個米粒好吃 很Q 吃起來有點像油彎 吃到後面會有股 辣辣的感覺 後勤還蠻強的 然後微甜微甜的 真的不錯 如果米粒跟這個肉比起來 米粒絕對是比較驚艷的 米粒真的好吃 吃了 而且我沒有吃到這種比較特別的炒飯 一吃飯一口肉真的是蠻爽的 然後我覺得稍微放兩點應該會更好吃 雖然我現在就是溫溫的吃起來不錯 可以可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人值得常識的超商的 好 配一點蔥絲吃起來啊 不錯就是稍微就感覺清淡了一點 真的是很不錯的炒飯吃起來真的有點像魚肉飯 好 好 好 今天是5月26日 金門一年一度的這個鷹城隍的活動 大家可以查一下,有一個叫做烏公教的好不好,還蠻有名的 就是會很長,然後每一節上面都會做一個小孩 然後下面就是兩個男的這樣扛著,然後就一整排 就一組一組一組這樣,非常有特色 然後還會就繞鏡啊,然後扛著,然後這樣跑,這樣蛇形 之前大衣的時候有扛過,我覺得真的是還不錯,不錯的體驗 我覺得最好的就是扛完可以去吃那個餐廳吃好料的,不用錢這樣 不過扛真的還蠻累的,因為肩膀有點痠 會各位,待會可能會聽到一些鞭炮的聲音好不好,可以接受的 這個吃起來硬是還蠻辣的喔,這個辣的感覺是這樣慢慢堆積起來的 有點小粗汗的感覺 我真的還是要喜歡那個冷凍粿的糖尿雞 那個夠肥夠Q 夠大塊,那個就小了一點 夠大塊,那個就小了一點 我會吃完了,我覺得這個絕對算是好吃的啦 但是跟昨天那個牛肉乾表面比起來,我比較喜歡昨天 那這個絕對可以說是一個很特別的炒飯 但這個絕對可以說是一個很特別的炒飯 它每日的味道耶 而且調味料吃起來就是很特別,辣辣甜甜的耶 然後後來不用擔心,甚至有點像油飯好不好 但又沒有油飯那麼的膩 太讚了 OK,我們來做個Ending了 OK,吃完了 現在的感覺就是有點辣 但是沒有到很辣啦 但是對不會吃到的人來說應該真的算是蠻辣的 但是不會到不舒服啦,就是有點感覺 像我現在就是有點色 整體而言我覺得它的米粒很OK 然後米飯的味道也很棒 辣辣甜甜的,然後香氣很夠 糖尿雞的部分我覺得普通了一點 但是搭上那個炒飯我覺得整體來說還是OK 就這樣啦,感謝各位,掰掰 拜拜 拜拜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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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